那因為現場可能就是講者在分享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場有錄影 所以如果要經過的話 可能就稍微把身體防提一點 那我們下一位分享者是友倫 然後歡迎他 謝謝 我去年開始回學校 就是台大跟學生社團 恩愛在座應該知道 我也跟他們去了香港上海做兩岸三地或者四地的 就是社會企業的一個交流 那其實我這麼做應該是極為少數 極為少數認為說 剛才我們前面這位講者所提到的這個危機 我覺得我們反觀歐洲的一個發展 我想必然我們必須要有一些不同的這種 我叫做跨領越界 那個界就是你是哪一界哪一界 而不一定是領土那個界線 那簡單講實際上我們要有更多創新 以至於要有更多包容 你剛才講到整合 事實上串聯是一個比較積極的一個講法 好像說你要去串誰一樣 那誰要被你串 那我被你串總可以吧 我把我的界面做出來讓你來利用 所以相對融合 肯定是我們在走向一個競爭的方向上面 不是一對一去比價 而是群體的中校 一加一大一二 如果在座各位是可以合作 又可以跟你的上一代 甚至將來過個十年二十年 你又可以就像剛才我們這個小大哥一樣 回到來這個地方 跟這些學弟們人來做連結 我想這個就是我所謂的跨領越界 因為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很多的差異性降到最低 以至於共同性拉到最高 樂國人生進化勝於演化 這個是2011年台大的校友會刊 兩個月一起邀的稿子 往最後一頁 對 那 這是我簡單的一個背景 我想校友會刊一年才六期 那他要邀誰去上稿 那其實有他的一個思考 那我很意外他們邀我寫這樣的內容 那因為台大多的是人才 多的是專家 多的是博士 那少的反而是像我這種 或許各位也是相對的少數 但是呢 起碼他們覺得說 不但不同 而且是有價值 而我寫的題目呢 進化勝於演化的一個意義 也在於說 所有的生物都在演化的條件底下 不得不往前趨近 不管你是為了生存 而密實還是繁衍還是打鬥 所有的生物其實都是無奈的 在這個大的前提之下 生存而被替選下來 可是唯獨只有人類 他除了演化之外 他可以做選擇 他的選擇就是說 我可以不要 遠勝於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我想上一代的年代是 拼命的要 要房子 要車子 要妻子 要所有所有可能 別人都要他還想更多的東西 可是到了你們這一代 或者我們應該要面對的富裕的年代 他是一個不要的年代 我要減少 因為我夠了 我要做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已經很膩了等等 OK 所以我想我的這個歷程 我覺得我在這個地方 必須要被我們學弟妹們講 我在努力 我坦白我自己 今年我要 我是台大30畢業重逢的籌備委員之一 那我一直努力說 在我們的這些校友 畢業30年之後 可不可以 不只是把錢捐給學校 而能夠捐給學校的學生社團 讓特別是服務性的社團 特別是有創業型 或者叫做投資型的 這種所謂的自我教育 或者是衍生性的這種創業對象 我們可以來幫助他 而更重要的不只是錢 重要的是 提供經驗 提供人脈 提供更多的關係 各位 去年 台大也辦了 畢業40年重逢 你知道裡面有誰嗎 裡面有 對就是馬英九 今年的30重逢 你知道裡面有誰嗎 江儀化 所以這些人都是相當有影響力 而且不但還在影響台灣的人 那他們怎麼想 我想需要聽年輕人 以至於能夠信任 以至於跟年輕人來做合作接軌 好 我們的PPT 我盡快在很短的時間裡面講完 我今天講的題目 因為我很短的時間 我想我也沒有太大的能力 去做很炫 然後很好的這個PPT給各位 所以我就簡單呈現 我的題目是如何運用社會脈動 來發展成功的社會企業 那以毒澱粉為例 那社會企業成功謀事為例 這麼講 其實很多人還不太了解社會企業 甚至了解人 絕多數都是被勸阻 社會企業很難做的 但是我不認為 我覺得創業肯定不容易做 但是你創一個社會企業 如果不好做 那肯定你對社會企業不夠了解 或者你沒有講清楚 你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社會企業 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達到供應目標 那你做一件好事 人家為什麼不來消費 或者人家為什麼不來買 或者不來支持你 這是不對的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東西 這是用柬埔寨的水泥袋廢氣 然後禮物公民 你知道你有沒有買 有 你有沒有買 那禮物公民Will 一開始是捷克摩豆 他們去年五六月開始 我就陪伴他們 我現在勉強算是他們的夜市 或者所謂的顧問等等 那我想這些東西 你在消費的時候 你能夠達到一個爭議 達到一個支持人或者環境 這個就是一個多重的價值或者意義 所以將來的生活 肯定不只是消費 而是要生活 所以生活當中有消費 在消費當中不見得有生活 你旅行當中有娛樂 有放鬆 但是絕對有學習或者成長 所以我透過旅行是什麼 其實日本他們觀光局 就對旅行下了一個定義 它是一個意識空間 在那種你從來不熟悉的地方 你去什麼 了解自己 以至於透過別人認識自己 我想人生也是這樣 在空間裡面你要尋找意識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路線 往一條人淹稀少的路線去探尋 以至於你認識自己跟認識環境 而不是走一條人家幫你破好的柏油路 或者只是步道 好 我們往下 OK 核心問題 我在思考經常是從一個系統來看 因為我學森林 森林其實給我留下來的東西不多 但是唯獨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生態 以至於在這當中我們從核心來做 所以在這個毒澱粉這個事情 各位絕對坐在這裡 會知道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兩年前才有這個山區清安等等等等 以後肯定也有 所以未來的一個發展 我們希望說能夠交給消費者 來做所謂的自主抽驗這個運動 那我今天來其實就來招逼買馬 我們即將要啟動這樣的一個這個運動 而且這樣的影響力可以影響到兩岸四地 因為大陸的問題更嚴重 那所以在這當中 我們希望在發展的路線上面有商業模式 它能夠以社會企業 以至於有非營利的方式 以社會責任產銷用文教基金會 就是生產銷售使用 都能夠在這個理解之下 大家產生一種理性的消費 然後把這個優質產商回應消費者的自主運動 作為我們推動公民社會 讓消費者能夠自主 因為這些錢應該由廠商來吸收 好 下一張 所以今天沒有時間點到這個細部的地方 到時候報到網路上各位可以去看 那我覺得說社會創業 就是因為有一個社會價值的支持力道 所以它反而更容易創業 更容易得到支持 那如果把這個部分能夠講清楚 那肯定是這樣 我今天穿了一個T-shirt 就是資產生物的家 我們現在在做三年的實驗計劃 就是減少用藥 很多的保都快倒 包括健保 所以我們在跟衛生署委託我們來做減藥計劃 那這個是計劃當中的一個社會企業 它是有六個醫師五個病人合資 那我是那個地方 剛剛才卸任的執行長 好 下面 OK 那我說要成功 就是要讓這個規模小而美 你減少 這個不是說你做公益 你就可以這個官僚化 我這裡用了很多大陸紅石智慧 因為炫富 而在這次的政戰 沒有人願意把錢捐給紅石智慧 反而願意用人民間的力量 那讀澱粉 我們希望尋找這個夥伴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一一點選 好 再往下 那開放外界的參與 我講了 就是說當然一個規模的一個發展 必然需要擴大 可是這個擴大要有相對的力量 最近有新書出來 除了這個雨晨的新書今天出來之外 27號也出了一本 Google 是一個大陸 這個列明一百六十幾號的這個 陳一鳴這樣的工程師 他轉為做教育 他們在內部做了一個叫做 搜尋你內在關鍵誌 這個當中其實很簡單 就是發展靜觀 就是Meditation 怎麼樣能夠培養你 能夠放鬆控制你情緒 以及激發你的創意這樣的一個 這個課程 那在網路上YouTube也有 那最後呢 下一頁 說社會企業它是一個對的事情 而不是去把事情做對 我想這很重要 很多事情我們沒有辦法做對 因為呢 已經來不及 所以這個看來已經是個爛攤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就是說 一開始你為什麼要存在 你的社會企業創業 跟一般的創業 只是想要賺錢 只是想要得到名氣 是不一樣的 那個或許有 可是那是水到取成 而你重要的是為了 理解社會問題之下 去做預防 而不只是問題的解決而已 那最後這一張 其實我是一個發想 剛剛已經講了 武漢子俱樂部 是為了解決 青年社創家的父母的焦慮 另外呢 我也希望創一個 好的工作的環境 不只是空間 更是時間上的彈性 而保留非正式的溝通 在我們用餐的時間 有更多 不需要一天到晚 開會罵人 反倒是我們在 非正式的這個 溝通地下 我們就得到一些決議 那第三點 50plus 就是指50歲以上的這些人 能夠呢 跟所有青年創業家 一起合作 不只是資金上 而是把他們 既有的人脈 經驗 跟寶貴的這些 條件呢 能夠做一個結合 那最後一點就是 我希望我們這一次 不只是 解決了這個 大家不安的 這個毒澱粉的事情 也能夠預防 下一次類似事情的發生 因為消費者站起來 也不只是 解決食品的問題 用品的問題 公民貿易的問題 甚至是政治上面 推動類似像公民社會 我們對我們的政治人物 越來越商業化 變成商業小丑的這種選舉 也能夠因為消費者的自主 消費者的覺醒 而重新改變 但是這是一個 遠大的一個目標 但是它必須從一個 簡單的開始來做 那這個是一個社會脈動 今天如果沒有 毒澱粉 我講這些事情 好像 這個天賣夜談 但是這個事情還在延燒 有沒有人提出手入選 消費會沒有 衛生署沒有 這個 其實TFD也沒有 大家都只是 大家不要擔心 可是呢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機會 形成我們社會創業的 一個 這種 槓桿點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 在社區裡面 創造一個新的通路 讓好人好事好東西 因為被需要 而可以在生產的那一方 在研發 在環境利用 在資源永續上面 都能夠做正確的事情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謝謝 我們政經營 請讚 市民 歡迎 請